这个是茉莉香葡萄 是这样子的 吃起来很香的 这个 这个就是蓝莓 小酒最爱吃的 我最爱吃这个 这个吃起来皮有点点酸 但是它很香 很香那种茉莉花的味道 来吃吃吃 这个 这蓝莓我吃了好多了 你看那个葡萄好吃吗 茉莉香葡萄 熟完应该挺好吃的 今天我听他们说还不够熟 应该就这样子的吧 我以前的我买过好 这个挺贵的 有点酸 那个皮有点酸 它绿色的部分有点酸 看看我儿子 不就这样子的皮酸一点 我就是吃那个 今天听那个人说 他那里还有那个什么阳光玫瑰 还没熟 这个皮酸 这个皮酸 这个我最喜欢吃的 我觉得它很香 老师买不到真的 因为它有一些 羊肉玫瑰吃起来不甜 不脆不香 它那个皮搅不动 嗯 让他们这边 阳光玫瑰熟了 再来祭典给我们吃一下 可以啊 嗯 嫂子跟我唐姐去叫了 今天可能有点累 嗯 他们俩做事很累 我们开车都还能熬 应该是早晚公园 嗯 嗯 跟大公园应该要选天气 凉快点 去逛海差不多 大公园适合拍照 嗯 不适合我妈妈 你看我们去逛隔海 然后去大力过程 你说它这个家装修要多少钱 我觉得挺好的 装修算比较差 差 我觉得这种装修看起来还可以啊 要不当时我们那个温房 我们也装修成什么样子 可以吗 这种没有简约 我们的那个我觉得剪装就可以了 像这样怎么剪装吗 是不是 但是它这个刷泥刷墙刷了很差 它这种 还可以吧 不行有点像 它这边 它这边没有房间 它这边有房间 它这个应该是杀卧房的 杂务房的 它应该不开的 有点像 因为我们客厅要大一点 我们的客厅还大 厨房也大 厨房也大 它这个厨房很松 我们的阳台 像这个一定要缝沸水阳台 但是我们的阳台也拆不了 做不了落地床 如果能做落地床就好 这个厨房就可以了 我觉得减装就可以了 我觉得减装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 花膀给发给 是吧 你如果装修太多的话 你卖的时候你就不划算了 这里你看就做了一个 两个柜层 那边一个是入门的柜子 因为放鞋子的是吧 这里一个简单的柜子 就是放电视的 还有鞋上面放一些什么酒类的 这些东西的 其实很简单 这个大厅就是很简单的 两个柜子 一个沙发 一个茶几 一个饭桌 就这么简单了 房间里面就是一个床 跟一个衣柜 这种装修的话 就显得 我感觉显得大厅比较大 如果你装修那种 複杂一点 就会觉得大厅比较小了 这样看起来挺光亮的 挺好 觉得挺好看的 嗯 它是个灯 灯宝 还不如做一个西顶灯 但是简称 这个房主是哪里人的 刚刚我们打电话 是哪里人不是本地的 因为这边都是人家外地人的 来这边 人家不只一套房子 对 专门在这边买房子 然后出租给一些旅游的 来旅游的 这边就是厨房 这个是发财树 都干完了 这个入门 入门这里是一个厨房的 就是住这里的话呢 你也可以自己自己买菜回来煮 刚刚刚问他 他说要煮菜的话呢 是要另外加个50块钱的 那个给阿姨他们清理费 所以我们就不足了 就点了个外卖 我觉得还可以这种简装 很简单的一种装修的 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样显得这个大厅就很光 就是很宽敞的那种 这里就做一个柜子 就是半桌 半桌的前面做一个柜子 应该也是进门的时候 鞋子应该是放这下面的吧 静静单单 但是也好看 还有个冰箱 这个柜子要干嘛了 我就搞不懂了 感觉有点多余